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的是 层次越高的人越柔软 一起来听 林清玄说过 为其柔软才能包容 为其柔软才能除惯碍 目过硬一断 人过刚一伤 以柔克刚是形式的哲学 能屈能伸是做人的修行 层次越高的人活得越柔软 说话柔软是一种修养 导演请教钟 一位年轻导演拍了部喜剧短片 短片观影效果很好 但电影学院的评委却提出意见 你的片子一点都不高企 喜剧包袱都停留在动作层面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沸腾 大家都等着年轻导演的回应 结果他没有反驳 而是说 看喜剧就像是吃饭 有人喜欢吃路边摊 也有人喜欢去高级餐厅 这两者都没有错 我喜欢吃路边摊 但以后也会学习高级餐厅的手艺 年轻导演 以比喻的方式 委婉回答了评委的质疑 既照顾了对方的面子 也化解了现场的尴尬 说话的方式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 与其咄咄逼人 不如藏起锋芒 作家刘雍有一位朋友 在公司担任主管 手下管着几十号人 这位主管要员工到办公室开会时 从来不说 你到办公室来一下 而是说 我在办公室等你 一句简单的话 把自己的位置放低 把员工的身份抬高 赢得了许多人的好感 说话柔软 并非刻意讨好 而是把别人放在心上 处处体谅 所谓的说话之道 是留三分薄面 看七分勤面 言语带刺的人 往往不懂得换位思考 把别人的心伤了 把自己的路走窄了 读过这样一句话 真正高情商的人 坏话好说 狠话柔说 长话短说 你的嘴里 藏着你的涵养和三观 比起唇枪舌剑 更让人舒服的 是温言细语 处事柔软 是一种智慧 三国演义有个故事 关渡之战中 曹操以弱胜强 袁绍战败逃跑 当时 袁绍留下许多贵重物资 被曹军缴获 在清点物资时 曹操心腹发现几封书信 是军中部长 与袁绍来往的命函 于是心腹向曹操建议 你应该按照书信名单 把所有叛徒都抓起来 曹操听到后 没有抓人 反而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书信伤毁了 他说 当初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战胜袁绍 何况是他们呢 那些私通的部将 看到曹操这般大都退让 内心更加尊敬他 此后军中士气更盛 曹操实力大为增强 逐渐统一北方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心理学的南风效应 北风和南风打赌 看谁能先让路人先脱下衣服 北风猛烈吹着 带来寒冷刺骨的空气 结果路人把大衣裹得紧紧的 南风徐徐吹着 带来暖洋洋的气息 路人觉得特别暖和 开始脱掉大衣 比起强硬的逼迫 柔和的退让更有力量 步步紧逼会招来横祸 留有余地能海阔天空 古语曾说 大丈夫能屈能伸 食食物者为俊杰 人这一辈子 如果做到进退有度 那么碰到任何麻烦 都会转危危机 欲难事不死磕到底 放下身段另谋他法 欲所事不纠缠到底 退后一步各自安好 为人处事也有柔软的智慧 给他人留一线生机 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做人柔软是一种境界 在日本名古屋 有一间三元食堂 所有食物只卖三元 这间食堂的老板 名字叫佐藤 为了让当地贫困家庭的小孩 也能吃上饭 他开了这间食堂 有一次食堂的大门玻璃被砸碎 捐款箱里的两千元善款 被人偷走了 佐藤起先有点难过 但他考虑到了另外一面 这个偷东西的人 一定是遇到难事 左投无路 才出此下策 原来 左投曾经失业多年 流落街头 他也很能理解 身处绝境的人 有多么无助和痛苦 事后他不仅没报警 反而在食堂门口 摆上免费的大麦茶 消毒液 纸巾等等 哪怕路人没钱去消费 也能享受到食堂的服务 在盗窃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 一位不知名的时刻 被佐藤的善举所感动 特地在捐款箱里 放了五千元和一封感谢信 道德经有言 上善若水 立万物而不争 做人要一颗柔软的心 为他人撑伞 为自己祭福 我的同事大军 平时看起来很严肃 但处处却懂得为人着想 有一次大军的玻璃杯碎了 打算扔掉 他没有直接扔进垃圾桶 而是找了一个纸盒 把玻璃杯的碎片装起来 然后他用圆珠笔 在纸盒上写了四个大字 内有玻璃 我问大军 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 我担心清洁阿姨 会被这玻璃扎到手 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 我一直记在心里 其实 做人柔软并不复杂 他只是多一份怜悯 多一份理解 懂得别人的难处 所以心怀慈悲 看过世间的疾苦 所以心存善念 一个人越能包容他人 内心就越风盈 网上有一个提问 什么是内心柔软 有个高赞回答说 柔软不是示弱 而是打开钢铁般的心墙 理解世间的善恶 拥有从容的底气 当你说话平和 处事灵活 做人善良 你的人生 会拥有更多可能性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